大家好 欢迎回来 最后一节养生会得更多 Wyman 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关于基金的实务操作 可不可以派一些彩蛋给大家 现在那个鹅乌战局每天都有新的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怎样管理自己的投资货 有什么要增持 或者有什么要减持呢 我想当然现在投资者一定很害怕 因为事实上我想股市 港股已经跌得最少了 今年来说自己跌了3%左右 但如果你买了美股的话 今年就跌了接近10%了 所以我想投资者一定会感到担忧 究竟那个战局方面 会不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 也会影响到全球的股市 不过我会这样看 当然乌克兰的局势现在还是很不明朗 也有很多恐慌的情绪在出现 但是我觉得很老实说 如果你说归根究底的话 其实对美国的经济是不是有这么大的影响 或者对中国我们国家的经济是不是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其实我觉得是未必的 因为事实上如果你看回乌克兰方面 其实经济的体积其实是不太大的 一年经济的总值 大约15亿美元左右 就是全球的0.17% 即使你说加上俄罗斯也好 其实俄罗斯是大很多的 1.6万亿美元的一个经济总值 但是都是只占全球的2%左右而已 所以你说是否对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一个很大的破坏呢 我始终觉得不是的 尤其是说美国 事实上美国和俄罗斯本身没有什么经济的回往 无论是说贸易上面也好 说的是美国公司投资在俄罗斯也好 当没有什么经济联系的时候 即使美国要大幅制裁俄罗斯 你看到美国自己受的影响就相对比较少些 俄罗斯当然就大件事 一定大受影响 所以我觉得又不需要说真的担心得那么紧要 当然现在我想市场担心的唯一就是 怕能源价格飙升 从而令到通胀升 从而令到央行要大幅加息 那确实我觉得这个风险是有的 不过如果你说纯粹看这个风险的 就要看着那个能源价格的变化了 那当然这几天就不理想了 能源价格飙升到100元以上 但是始终我觉得如果它跌得多的话 反而是一个吸纳的机会来的 那所以如果很坦白说 这一刻我觉得可以开始买少少港股的 因为港股去到2万2千5万的时候 虽然今年跌幅不是很多 但是其实经过上年加上的跌幅之后 其实港股也算是一个相对比较抵卖 而我觉得中线去到今年年底 其实上望仍然有一定的空间 基本上港股应该去年已经跌了很多 也没怎么动过 所以现在那个股值就比较低些 比较适宜去买些 而基本上其实欧美本身 其实从去年至今年 其实本身也是比较高些 这个股值 是啊 没错 所以欧美方面 虽然最近跌了10% 反而我就未必即时会建议买欧美 因为事实上欧美方面 即使跌了也好 其实在说的股值 就是港股市盈率方面 其实只是去到一个相对比较合理一点的水平 就像港股那样 相对去到一个比较便宜的水平 当然港股那里都可以补充一点点 就是因为我觉得今年 其实中国政府 其实大家都知道 都不是一个秘密 就是中国政府要托过经济的时候 都需要行一些比较宽松的一些政策 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所以你看到过去一段时间 无论钢种也好 钢息也好 其实已经出现了 甚至说一些指标性的 例如说说银行的贷款 也有明显增加的 所以这些数字都反映了 就是说宽松的政策 会在今年尤其是上半年会持续 这个当然对资金流汇一定的帮助 而部分资金预期都会流入股市 所以这个有机会令港股会受惠 所以有几个因素加加埋埋 都令到我觉得 如果你说这刻要选一个市场去买的话 香港股市或者香港股票基金 都是其中一个可以想 或者值得去想的一个选择 嗯,多谢威文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 除了这个俄乌的情况之外 因为其实大家看着加息有一个步伐 嗯 譬如如果加息一直加下去 那哪些资产应该要增持或者减持呢 而这个情况 会不会令到加息的步伐 真的可能会减慢一点呢 你觉得 当然最近就是昨天见到的市场 真的有这个看法 觉得无论是说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加息的步伐是会大幅这么减慢的 尤其是访证欧洲方面 因为昨天欧洲央行有官员说 暂时来说都是看定点好 不要动过货币政策 因为始终那个经济不明朗 是大幅这么增加的 所以你看到昨天方面 那些国债的利息 说的美国也好 德国也好 都即时有个大幅回落的情况 不过如果你说美国的话 我始终觉得 即使现在市场觉得 三月份加息的机会是减少了 至少不会加半厘 只要加四分一厘 但是我就觉得 始终今年全年加息的幅度 都仍然会比较多 因为始终大家要明白 联储国如何加息 除了说经济好之外 其实更加重要 就是说过通胀 因为美国的通胀 已经高过7%的流上 所以在高通胀之下 其实联储国是被迫需要加息的 所以如果现在的油价那么高 或者其他商品价格都那么高的时候 其实美国的通胀 可能是未必那么快回落下来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即使你说乌克兰的情况再乱些 甚至说美国和欧洲 继续制裁俄斯也好 基本上联储国可能 都没得选择是需要继续加息的 所以为什么欧美股市 我始终觉得还有一些解心 就是因为加息周期刚刚开始的时候 股市通常都受压是特别明显的 所以这件事要留意 但是如果你说加息受惠 那当然银行股一定会受惠 但是要留意 不要买那些投行业务 比较重的银行 因为那些就不会受惠于加息的 要买一些全贷款业务比较多的银行 基本上才会受惠 因为加息令到息差抗阔 所以如果你买那些投行 基本上息差抗阔 对它是没有任何的帮助的 嗯 威文啊 其实除了欧美 香港的股市之外 其实有没有另外一些板块 刚才你说过 有些金融股之外 那有没有哪些板块 你会特别看好一些呢 我想这一两年呢 其实我们都看好一个亚洲区的市场 就是越南的 那这个原因背后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个大趋势 基本上可能未来五至十年 都会继续存在的 就是说很多的工厂 都迁连到越南这个地方 那当然其中一个 就是跟中国的工厂 迁出有关 除了说成本越来越高 令到工厂迁出之外 也都因为疫情的关系 令到很多国家都觉得 供应链不能够太集中在中国的 那也都有跟美国之间的贸易磨擦 令到美国公司都不敢 全部的工厂都放在中国身上 那所以其实看到 那个外迁的情况是明显的 而其中一个受惠的地区 就是越南了 你看到很多数据都反映就是说 越南方面的外商的投资 其实连续多年都录得一个 很理想的增长的 而因为很多工厂也都在越南设置厂 令到越南的出口也有明显的增加 那我想这些东西全部都有利于 越南的经济 和越南当地的企业 所以越南也是我们其中一个 觉得未来一段中线的 甚至长线 是可以持续留意的一个股市 那当然 越南股市是比较小的 相对可以选择的股票是比较少的 但是我相信 越南的股市是会慢慢地发展的 变成将来可以有实力 或者出数高的公司 能够选择是会越来越多的 但是这个大环境 我想能够抵消了 刚才所说的一些 不是太理想的因素了 所以这个大环境 可以看到 继续是外资流入 继续是一个很高的出口增长的时候 始终越南的经济 会继续被推动的 继续都有利于当地的一些投资的 是的 威文啊 刚才我们除了说 多谢你说 很多股票 因为很多人都买了很多债券 例如一些高息的债券 或者国债 在这一边 会不会加息 或者是欧乎的情况 会令到我们要再调配一些债券的组合 我想要 因为我想最主要是一个加息 因为俄乎方面 就未必是真的很影响到债券市场 除非你买了一些很高风险的债券 或者你买了俄罗斯的国债 当然受影响了 但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我想要看着 美国和德国的债息 这是更加重要的 当然刚才也说了 今年来说 其实债息 未计昨晚 其实一直都是上升的 十年期的债息 在美国来说 曾经升到上量来流上的 那这个比上年 基本上只是半厘 甚至一厘 其实都多了不少 所以我想短期 如果你继续 市场觉得联储局 是会继续收水的 而收水的步伐 没有因为俄乎的局势而减慢的话 我想始终债券 这一刻都未是最合适的时间去买的 因为大家要留意 债息和债价 永远是成了一个相反的关系 所以债息升 基本上债价就代表会下跌 所以如果债息继续有压力而上升的话 那大家投资者要小心 买债券短期 可能表现还是会比较差的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短期去买债券 等债息反映到联储局加息的暴霍 七七八八才开始买 会比较理想一些 那这个可能要等到今年年中 可能才会比较理想一些 好 谢谢Wyman送了这么多礼物 送了这么多彩蛋给我们 其实送礼物的不仅是Wyman 还有行安孤长人寿的 大家的听众可以上他们的Facebook 可以回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究竟我们养生不得更多 是逢星期几会播出的 就可以得到一份礼物 就可以得到一个十二个月免费的电子钱包保障 今天再次感谢Wyman和大家分享 这么多基金的知识 以及我们最新的俄乌局势资产费计 下周三再和大家再见 拜拜 Wyman 拜拜